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国策 苏秦 史江连衡 上次讲到 于是乃废文任武 废文就是废弃文质 就是用非暴力的手段支离 任武又是一个任字 这个任在这儿就是用的意思 就是使用武力 后养死士 死士指的是赶死之士 后养就是用优厚的待遇 来养这些赶死之士 坠甲立兵 坠 咱们今天经常说连坠 坠这个字呢 大家看的是 它的部首是脚丝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缝坠的意思 缝在一起 甲在这儿是盔甲 所以是缝坠好盔甲 立兵 这个立通这个魔力的立 就十字边一个立字 那么就是模块兵器 叫胜于战场 这个孝 通这个比较的叫 在这儿就是 较量 在战场上 较量胜负的意思 安坐而广地 意思是非常接近 就是安稳而坐 就能够扩展领土 虽古五帝三皇五霸 民主贤君 常欲坐而置之 其实不能 这个虽呢 可以理解为是基使 基使是五帝 古代的 五帝 这五帝呢 咱们说过 就是一般的来说呢 是指皇帝 专序 帝库 姚 顺 这五个人 三王 指的是夏商周的 开国君主 就是夏宇 大宇 商汤 周文王 五霸 这个呢 说法也不一样 一般的说呢 是指春秋时期的 齐桓公 静门公 宋湘公 秦牧公 楚庄王 就这些人 这些呢 都是民主贤君 常欲 坐而置之 他们经常呢 欲 就是想 希望 坐而置之 这个致是达到的意思 这个致 就是 上面所说的 智力和广地 就是 扩大地盘 其事不能 就是 当时的形式 不允许 这几句 这几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在这样的形式下 就只好 废弃文质 采用武力 用优厚的待遇 收养 赶死之士 逢至战袍 磨砺 兵器 到战场上 较量胜负 因此 想 无所事事的 坐着 而得力 安闲的坐着 安闲的坐在朝中 就 扩大 疆土 即使是古代的 武帝 三王 武霸 和 贤明的君主 常常想安坐 而得力 但当时的形式 使他们 不可能 做到 宽则两军相供 破则仗己相撞 宽和破 在这指的是 敌对双方 双方的距离 双方距离远 叫宽 近 叫破 两军相供 就是 这好懂 破 近的时候 就仗己相撞 这个杖 通那个丹铃的 那个杖 就是 持 拿的意思 就拿着这个挤 拿着兵器 相互 这个状 通提手标的 那个状 就是 刺击的意思 击刺 然后 可建大功 这个建大功呢 主要是指 战争胜利 扩大地盘 事故 兵胜以外 一强于内 威力上 民服于下 事故 就是因此 兵胜以外 一强于内 这个意思呢 就是军队 兵是军队 军队胜利 对外作战胜利了 那么对内 实行仁义 就能够 强盛 威力于下 就是国军的威望 树立了 威力于上 国军的威望 在上面树立了 那么 下面的百姓 自然就会 服从 这几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因此 只能用战争 来 接续 过去的 战争 地方宽阔 两军就互相 攻打 逼近时 就用兵器 相互 击刺 这样 才能建立 大的 工业 因此说 军队 对外作战胜利了 对内 实行仁义 就能强盛 国军的威望 在上面树立了 下面的百姓 自然 就会 服从 金玉 并天下 林万圣 驱敌国至海内 紫园园 陈诸侯 非兵不可 金玉 现在 想 并天下 兼并天下 统一天下 林万圣 这个林 是超越的意思 也可以翻译为 林驾 万圣 指的是 有一万辆战车的 国家 驱敌国 这个驱 通这个驱元 那个驱 在这是使动用法 使敌国驱服 至海内 这个志 是制服的意思 紫园园 陈诸侯 这个子跟陈 大家想一下 是什么用法 圆圆呢 指的是 平民 这个 子圆圆 就是 以平民 为子的意思 所以 是咱们所讲过的 名词的 异动用法 陈诸侯 也是一样 就是 使诸侯 臣服 非兵不可 这个兵 在这不是兵器 而是什么呀 是战争 非得打仗 才能够达到 上述这些目的 金之 四主 四主 这个四是 继承的意思 就是现在的 这些 继承 君位的 君主 忽于智道 忽 在这是忽视的意思 智道 是 最完美的 道理 这六个小短句 可以说是 两两 相对 就是 每两个小句子 它们都是 同意的重复 婚 是 糊涂的意思 教 在这 指的是 国家的教化 在国家的教化方面 非常弧度 乱于智 这个乱是混乱 在智理方面混乱 谜于言 或于语 或于语 这个谜跟或 是 敬义词 言跟语 是禁义词 成于便 逆于词 这个成跟逆 是敬义词 便跟词 是敬义词 以此论之 就这样说来 王 故不能行也 这个故 不是本来的意思 而是 一定 就是由此可见 大王您是一定 不会 实行我的主张的 最后几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现在 要想 兼并天下 凌驾于 万圣之国之上 使敌国屈服 制服海内 安安服百姓 臣服诸侯 非用武力不可 然而 现在 许多在位的君主们 忽视了 这个 最重要的 道理 他们都不明白教化 搞不懂 搞不清 治国之道 迷惑于 花言巧语 沉溺在 巧遍的 言词之中 我再念一遍 迷惑于 花言巧语 沉溺在 巧遍的 言词之中 这样看来 您 也一定 不会实行 我的 主张 最后这句话 显然是 苏秦用的 什么呀 激将法 他 上面就说呢 只有这个 昏君 才能是这样 下面这句 睡秦王书 时尚 而说不行 黑雕之求必 黄金百金进 自用 罚绝 去勤而归 雷腾 吕绝 付书 单妥 形容 枯稿 面目 离黑 壮有 愧涩 归之家 妻不下任 扫不为吹 父母 不语言 苏秦 愧 叹曰曰 七亿不以我为父 嫂 不以我为书 父母 不以我为子 是 借秦之罪 乃夜发书 臣妾 书时 得太公 因福之谋 福而送之 简念 以为揣摩 读书 欲睡 引追 自赐其鼓 血流之足 约 安有睡人主 不能出其金玉锦绣 取倾向之尊 折乎 积一年 揣摩成 约 此真可以睡 当世之君 这段呢 这个 很有意思 你看他这个 睡秦王书 时尚而说不行 睡秦王 就是劝说 秦王的这个 他写的这些 这个材料 时尚 就是递上去诗次 这个诗当然是虚数词 就是说 大概十次左右 而说不行 这个说呢 就是说他的那个 连横的学说 他的主张 不行 还是得不到实行 黑雕之求 必黄金百金进 这个呢 据战国册的赵册呢 苏秦呢 开始呢 是到赵国去游说 赵国的 有一个叫李队的人呢 送他 黑雕之求 就是黑雕 黑雕皮的 皮衣服 这在今天来说 也是很珍贵的 黄金百金 但是 就说他在那呢 游说还行 但是他到秦国之后呢 因为他时尚 上面说了 十次地 他的这个 主张 但是都没有成功 所以呢 花费了很长时间 所以呢 这个 这时间长到什么程度呢 他这个黑雕皮的皮大衣 那皮毛 都开始脱落了 皮衣服都穿破了 黄金百金进 这黄金 我讲过 这个很可能是黄铜 就古代用黄铜 来作为货币 但是黄铜一百金的 在当时也是 很可观的 这个钱数了 都用光了 自用 罚绝 自用呢 就指的是 他这个钱财 罚绝 缺乏 断绝了 去秦而归 这个去子 我强调个不止一次 这个去和现代汉语 恰恰相反 不是到秦国去 而是离开 离开秦国 而归 这个去字 当然大家一定要记住 古汉语里的去 是离开的意思 不是沟吐 不是到那个地方去 雷腾 吕绝 雷 是缠绕的意思 腾呢 是这个绑腿 吕绝 吕是穿什么鞋 绝呢 是草鞋 就是打着绑腿 穿着草鞋 这个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作为读书人 作为这个睡客 他本来是应该坐车的 但是现在呢 他因为没钱了 所以他回家的路上 没钱坐车 只能自己走路 自己走路呢 就得穿着草鞋 打着绑腿 这样能够走的 稍微有方便一些 所以这个 下边再看他呢 这是复书单驼 形容枯稿 面目离黑 壮有愧涩 非常凄惨的样子 复书单驼 就是 扛着这个书 单驼 挑着这个 这个驼呢 那是乘务的口袋 挑着这个口袋 就是他的这个行李了 形容枯稿 枯稿 大家看这两个字的部首 这两个字都是什么字 从六叔的角度来看 都是什么呀 都是行生字 他的 形符 都是木字 所以这两个字呢 都是和树有关的 就是 最早这个枯稿 都是形容这个树呢 干枯了 后来引申到形容别的干枯 在这呢 他是 这个形容 容呢 是指 面部 面容 形是指 身形 就身体和脸上 都干巴了 因为他没钱了 这个 吃吃饭可能也饱一顿 饿一顿 也吃不着什么好吃的 所以呢 这个 人都变得很干 干瘪了 面目 离黑 因为他老在外边走 他不是坐在车里边 晒不着 整天晒下太阳 所以把脸也给晒黑了 这个 离 这个离字呢 实际上应该是 把那个牛字 底下那个牛字 换成一个 黑白的黑 还念离 但是这个离呢 就是黑里带黄的颜色 咱们黄主人晒黑了 那可不是黑里带黄的颜色 壮有颗色 这个就是脸上有这个龟通这个惨愧的颗 有惨愧的脸色 色 咱们给大家讲过 色 在古汉语里 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脸色 脸色 所以 后来说这个好色之处 这个就是说咱们现在汉语里这个色 实际上还是从这个脸色 引申出来的 前面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苏秦 多次成帝 他劝说秦王的上书 但秦王始终 没有采纳 他的主张 他的黑貂皮衣都穿破了 一百斤黄金 应该是黄铜 总而是当时的货币 很多的货币 都用光了 钱财困乏断绝 只好离开秦国回家 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 背着书记挑着 行囊 身形和面容都很干瘦 面色发黑 显出羞愧的神色 所以这人非常非常悲惨 从身体到心理都受了很大的打击 龟治家 下边这个更可乐了 龟治家 妻不下刃 扫不微吹 父母不语言 就是他到家之后 从这个人来看 他在秦国的遭遇 他家里人已经知道了 可能因为他走路比较慢 可能当时又比走路更快的传递方式 他家人都知道他在秦国的遭遇了 没有成功 所以 妻不下刃 这个刃是织布机 他妻子正在织布 看到他回来了 跟没看见一样 还继续织布 扫不微吹 他的扫子 本来是应该给他做饭的 但是也不给他做饭 父母不语言 他父母见到他之后 也不跟他说话 苏秦愧探约 这愧就是探戏的样子 妻不以我为夫 嫂不以我为叔 父母不以我为子 就是妻子不以我为丈夫 嫂子不以我为小叔子 父母不以我为孩子 世界秦之罪 这些都是我的罪过 他倒是很有自省 他不怪别人 不怪那秦王 他知道是自己的学问不够 能力不够 不能够说服秦王 于是奶夜发书 这个奶就是于是的意思 因为他回到家之后 家里人对他都这么冷淡 所以他也很受刺激 当天晚上叫都不睡了 就把箱子都找出来 发书 发就是拿出的意思 臣妾术实 这个妾指的是小箱子 臣就是摆开排列 就是他家的书 看来不少 他把这书拿出来之后 摆这小箱子 摆了好几十个箱子的书 找这些书 最后找到了什么呢 一本得太公因福之谋 最后找出一本 江太公所著的兵法 这个当然是传说了 传说中江太公的这个 用兵如神 而且他写了一个兵法 是谁要看见之后 就能够打胜仗 就是 就像金庸小说里边的 这个武林秘籍一样 所以 非常这个 终于找到这么一本好书 福而送之 福就是趴着 趴在桌上 送是朗读 简练以为揣摩 简练是提炼精华的意思 揣摩就是琢磨研究 这几句给大家翻译一下 回到家中 妻子正在织布 不下之际迎接 嫂子不给他做饭吃 父母不和他讲话 苏琴长叹一声说 妻子不把我看作丈夫 嫂子不把我看作小叔子 父母不把我看作儿子 这全是我苏琴的过错啊 于是 他连夜翻出所有的藏书 摆开了几十只书箱 找出江太公写的兵书 音符 他每天符案诵读 并提炼其中的精华 加以研究 琢磨 读书欲睡 饮醉自弃其鼓 血流之足 这个故事咱们都听说过 头玄梁追赐鼓 这就是追赐鼓了 约安有睡人主 不能出其金玉锦绣 去倾向之尊者乎 安有 怎么能有 睡人主 就是劝说人主 君主 不能 劝说君主之后呢 不能出其金玉锦绣 这个出呢 是使出 就是使动用法 使他 使这些君主 拿出金玉锦绣 取倾向之尊者乎 倾向呢 已经是最高的官了 尊 就是说高官里边的 最高的官位 这尊是高的意思 基年揣摩成 这个基年 就是一整年的意思 一整年 揣摩 在这儿还是 这个研究 琢磨的意思 约 此真可以睡 当世之君矣 这比较好懂 最后几句 给大家翻译一下 读书 内德要打瞌睡的时候 就赶紧拿过锥子 刺自己的大腿 先谢 一直留到脚跟上 并激励自己说 既然要游说国君 怎么能 不让国君赏赐 金玉锦绣 封给最高的官呢 过了整整一年 苏秦 研究透了兵法 说 这次 我一定可以 说服 当代的 君主了 这一段呢 主要说的是 苏秦在 游说失败之后 发愤读书 的情况 这种精神 还是值得学习的 下边一段 于是 乃魔 燕乌极雀 剑睡赵王于 华屋之下 支掌而谈 赵王大悦 风为武安君 寿相印 隔车百胜 锦绣千屯 白币百双 黄金万亿 以随其后 约纵散行 以义强秦 故苏秦 相于赵 而 观不通 好 这节课 咱们就先 讲到这 下面 咱们又蹂 嗯 音乐